三个平均81岁的高龄科学家 努力了半个世纪 终于解开百年的物理迷 展开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新纪元 �第十字捧召器 夸达栏 这是年轻世纪 新的流动 当时换回兽 我们终于手机会 会发展的水跳 发展の имя 会沿� про力 Th梁 fist каждый tend 過去科學家都知道 有黑洞和重力波存在 但是從來都沒有辦法偵測 愛因斯坦認為 時空的幾何形狀 不是固定不變的 他說帶質量的物體 會改變其周遭時空的幾何形狀 當這個重力波穿過地球時 地球上的物體 會在很短的那一瞬間 都被壓扁又拉長了 但是因為這個變化很細微 以強度為一公里的距離來說 相當於變化量只有 0.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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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公尺 極為小到人類感覺不到的變化 三位科學家花了大半輩子 終於捕捉到 瑞典皇家科學院士形容 就像茄莉略發明望遠鏡一樣 宇宙比人類想像的更遼闊 偵測重力波提供新的方式 觀察宇宙 大約新聞許淑媚編譯